就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是24节气的大雪 但是要告诉您 其实最冷时候已经慢慢过去了 今天开始我们看到东北风 渐渐地转弱 因为高压要出海了 所以风向当然还是偏东北风 但是会慢慢地转吹偏东风 整体天气会慢慢地稳定下来 不过东半部人就位处在迎风面 所以东北部东半部 今天云量人就偏多 但是背风面的西半部 天气倒是蛮稳定的 来看看温度 这几天的确是蛮凉的 今天清晨花莲只有14.3度 彰化是16.5度 相较之下都是因为水气旺盛 湿度高 再加上风寒效应 所以的确温度来得比较低 不过来看看目前的室外温度 各地大概都在19度到20度左右 我们要告诉您 跟昨天同一时间相比 其实已经回升了将近两度 北台湾比较明显 昨天台北大概17度 现在是19度 南部大概都还落在19度左右 所以这也代表其实早晚都还是偏凉的 中南部的朋友日夜温差比较明显一定要注意 但是清晨普遍温度都降下来了 所以节气进入大雪之后 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冷 时续进入冬天 中南部的清晨跟早晚 的确也感受到这样的凉意跟冷意 而接下来看到就是水气的部分了 主要是因为雷达回波图持续可以看到 这块水气就锁在这 东北角地区 宜兰地区 还有花莲比较偏北地区 基本上水气都还是比较旺盛的 主要是因为迎风面关系 所以水气散不去 因此这些地方 还是不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只是今天开始 这样的时间会比较短 降雨的雨势也会比较缓和 间隔时间会拉长 所以地势会干的 但是原则上还是不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发生 像刚刚我们公司在台北的内湖 外头也又飘起了一些雨 所以整天天气都不这么稳定 这样的天气容易感冒 带把伞比较保险 最后就来关心未来一周天气了 我们要告诉您 这一波过去之后 基本上周三周四 是未来七天天气最好的两天时间 当然北台湾的云量还是偏多 不时飘一些雨 但桃园以南天气都很稳定 不过我们要告诉您 虽然天气不是这么的完美 但是还是要好好把握 因为周五又有新一波的东北季风来报到 高温又开始微幅下降 而且这一波还会持续影响到 三到四天时间 礼拜天再补墙一波 到时候温度又会再往下滑 目前看起来下礼拜的上半周 蛮凉冷的 主要提醒大家 现在就是这样子 今年还没有比较明显的冷气团 或者是寒流来报到 仅仅是东北风已经开始有感受到 一阵东北季风吹下来 霉阵都会让您感觉到 整个大气环境的变化 越来越凉冷了 所以保暖工作真的要做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